柬埔寨的吴歌窟,中国的长城,朝鲜的金刚山,这些亚洲知名景点你都去过吗? 其实,亚洲好玩的地方可不止这些。 在5月16日开幕的亚洲文化旅游展上,记者通过探访发掘了一条小众路线。 我们的旅程先从东南亚开始,毗邻中国的老窝虽然面积不大,美景可不少,老窝境内80%都是山地,又十分原生态,因此处处可见山鸾跌涨。 此外,具有佛教特色的万象塔鸾、玉佛寺以及当地特色的歌舞音乐都能让人流连忘返。 不过,如果问到老窝当地人,他们往往还会推荐你体验老窝的夜市与小吃即逝,感受和免税店血拼完全不同的购物体验。 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内蒙古,看草原,喝养奶, 而在国境之外的蒙古国既有草原和养奶,也有和中国不同的异域风情。 蒙古国主要语言为卡尔喀蒙古语,人口少而地域辽阔,是世界上少数保留游牧文化的国家之一。 因此,在这里可以住蒙古包,吃养奶制品,但同时,蒙古国也吸纳了一些来自俄罗斯的文化风格。 蒙古方面,就是可以在欧兰巴托的首都里面看到的西方文化很多,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西餐,我们平时,其实这个楼房跟蒙古包混在一起的城市,可能在蒙古欧兰巴托才能看得到吧。 蒙古国 开朗爱笑,热情洋溢,穿着他们的民族服饰,也是当地一道,亮临风景线。 如果你去阿富汗,你会看到了很多,我会觉得,那些都是美丽的,他们喜欢客人,所以我们都在康复。 如果你去到家里,他们会永远不让你去吃饭。 毗邻阿富汗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同样是一个盛产美女的地方,不过这里的历史遗迹也同样值得一看,比如布哈拉市保存了许多中世纪时期优秀的建筑,如夏宫、雅克城堡、萨曼黄陵等,从内到外都保留着古风古帽,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 而现代城市中,当地的地铁也颇具特色。 据当地旅游业者介绍,不少游客会专门参观乌兹别克斯坦的地铁。 有一个地铁名字叫宇航员,里面转世的,也就是跟宇航员相关的,就是很漂亮。 你下来了以后,就感觉你正是很在狱中的。 再往西走,就来到了伊朗。 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的伊朗,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。 除了历史遗迹外,手工艺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无论是珠宝首饰,还是挂毯之物,无不应刻着数千年前波斯帝国的文化印记。 而伊朗的男士们不仅长相帅气,还有一双翘首,画面中这些五花八门的工艺品便是出自他们之手。 这个工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,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做了一些现代化的一些产品,比如这个是领结,可以放在这里用,或者胸杖。 这个形状是我们伊朗国家的地图。